李叔一年前查出高血糖 不得已把平时最爱的酒都戒了 加上饮食控制 所以身体也没啥大碍 只是临近年关 和老友聚会多了起来 别人喝酒他就在旁边吃花生 儿子查了花生是低糖食物 没多想就由他去了 直到最近 李叔喝水频率越来越高 但还是感觉口渴的厉害 血糖以上的数值也是居高不下 才着急去医院复查 医生问了他最近症状和饮食习惯 才缓缓道 花生吃多了 他也不解 这花生不是淀粉 也不是高糖食物 怎么也会导致血糖升高呢 一 每天几粒花生 到底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花生是日常生活中 非常受欢迎的食物之一 但最近却出现了一些异议 有人说吃花生容易高血糖 还会导致糖尿病 也有人说吃花生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那么花生到底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呢 其实如果只是适量摄入 吃花生还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花生中含有的花生4C酸 可以帮助脑细胞生长发育 还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功能 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当然也包括调节血糖和血脂水平 2021年美国心脏协会旗下 中风Srogh杂志发表的研究表示 适量吃花生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花生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特别是对于高血糖的患者来说 当花生4C酸摄入过多 也会引起胰岛失调 进一步升高血糖 因此花生虽有益 但是可不能像李叔那样当零食吃 另外花生碳水化合物并不高 生糖指数低 糖尿病人也可以吃 只是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控制好量 大量食用会让身体内摄入过多的脂肪 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特别是油炸过的花生 最好不要吃 所以糖尿病患者适量吃点花生是没问题的 建议平均每天吃25到35克就够了 同时因为花生含有大量蛋白质 饭前吃花生会有一定的饱腹感 所以糖尿病人可以选择在饭前来一把花生 正好也能控制食欲 二 这五种蔬菜是糖尿病克星能代替药物降血糖 有传言说一些蔬菜有降血糖作用 多吃可以代替降糖药使用 还没有副作用 这些所谓的血糖克星蔬菜真的可以降血糖吗 一 南瓜 有传言称南瓜因为含有个和南瓜多糖两大元素 所以有很好的降糖作用 但实际上南瓜生糖还是更快一些 据相关数据显示南瓜糖分并不低 糖类含量为5.3%到8.8% 而且煮熟后生糖指数高达75 是妥妥的生糖食物 虽然吃南瓜酱糖的说法并不靠谱 但也不是说糖尿病人就不能吃南瓜了 只是要注意量和烹饪方法 专家建议糖友每天南瓜食用量控制在100到200克 还要相应地减少主食的量 日常可以蒸着吃 或者搭配五谷熬粥 也可以和其他蔬菜一起炒 但不要放太多油盐 能延缓血糖上升 二 西兰花 西兰花也是因为含有个元素 所以被荡成酱血糖蔬菜 但学术界一直对各酱糖还是生糖存在一定争议 至今也没有那个研究结果得到官方一致认可 三 秋葵 有人说秋葵含有的秋葵胶 溶于水后具有类似胶质纤维的特性 可以在肠道内形成一层保护膜 减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 但目前这个论断还缺乏大量实验证据之称 四 白萝卜 白萝卜不属于生糖食物 而且由它提炼出的介子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和一些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 有人说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可帮助分解脂肪和淀粉 从而降糖 但实际上 现有证据只能说明不饱和脂肪酸有改善炎症和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 并不等于可以降血糖 而且摄入过量介子油还可能导致糖尿病风险上升 五 苦瓜 苦瓜因为含有苦瓜素和多泰P 被认为具有一定的降血糖效果 然而实际实验过程中 两种活性成分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功效 而且在苦瓜中的含量微乎其微 所以靠吃苦瓜也很难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 三 如何科学稳定血糖 三个细节要牢记 国际糖尿病联盟曾发布过中国糖尿病人相关数据 据了解 中国现存的糖尿病人已超过一亿 而且成人中前期患者占了50% 所以想要预防糖尿病 控血糖很重要 这三个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 一 三餐药规律 现在很多人为了减肥 胡乱结食 最后控制不住又加重暴饮暴食 导致血糖波动较大 影响了胰岛素分泌 反而人会更容易胖 因此三餐规律 保持平稳的血糖 不仅对减肥有帮助 还更健康 此外 很多人喜欢的夜香 也是影响血糖波动的一大要素 哈佛医学院曾做过相关研究 发现晚上吃夜香的人 血糖平均上升了6.4% 二 主食要替换 我国主食 大多是由精致碳水构成 谷物摄入量低 因此很容易造成血糖异常 我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 建议成年人每日谷物摄入量要达到200到300克 同时要适度增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含量 以防餐后血糖升高 另外 吃软饭真的很容易血糖升高 所以主食烹饭不要过烂 而且细嚼慢咽着吃更好 三 坚持运动 饭后适度的运动可以改善血糖升高的情况 因为运动过程中需要血糖参与 所以有利于降低血糖升高速度 也不容易导致脂肪沉积 总的来说控制血糖 离不开健康的也是习惯 不只要保证营养均衡 多样 还不能缺少适量的运动 那么以上这些点你做对了多少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